进入阿联国小首页,请点选右方的英语单字达人 进入单字达人网站说明 本网站解释了各区的操作方式 以及学生手册、教师手册、家长手册 也可以从这边直接点进入 或者从下图直接点进入单字达人网站 测验区是以阿联英语单字达人手册范围为主 版本区则是以课本的学校课本的英语课本为主 我们现在进入测验区 阿联国小请输入ALP,阿联Elementary School 访课请输入LXALEX,免密码直接登录 依照手册编排分为三个主题单字 A拼音练习,是三上和三下 四上以常用字范围为主 四下开始到六下,是C主题单字 我们点选了类别 题库有四个类别,填充题必须用打字 音选中、中选音还有基本题 是选择题的题型 章节范围呢,我们会需要对照手册上面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从A的第20个字 然后到第40个字,已经练习完了 要来上网练习做测验 你可以挑选10到200题 然后题目可以随机或循序,测验时间也可以自己 从1分钟到30分钟自己可以做设定 那直接按入试卷管理 可以把考卷列印出来做复习 也可以遮盖答案,然后按列印试卷 可以直接做纸笔测验 如果按复习,可以直接在网站上当做复习 如果是考前练习 可以直接先遮盖答案,把答案挡起来 然后直接填答案 填完之后可以直接比对答案 练习的10题,对2题,错8题 然后可以再做显示答案 再做一次对照,做练习 试卷管理,复习浏览和考前练习 不需要输入班级姓名座号 当我们要开始测验的时候 请输入班级姓名座号 3年一般请输入301 4年一般请输入401 以此类推 输入你的英文名字 输入你的座号 然后直接按开始测验 好,因为测验区 所以他只能做一次的练习 已经开始测验了 所以只能播放一次 好,按完毕胶卷系统直接会把成绩打出来 好,按完毕胶卷系统直接会把成绩打出来 答错的可以进行错误回收练习 如果还是错 他会针对错误的地方 再直接做错误回收练习 按练习完毕 会出现鼓励的字样 这时候可以按成绩查阅或直接回线上测验 就会把刚刚的成绩做一次记录 如果要输入个人的成绩 也可以输入班级 姓名 然后按筛选 就可以将个人的记录做一个呈现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线上测验 再继续选章节范围 从这里也可以直接进入游戏区 或者是直接查阅成绩